你去做事,你领人家的薪水,你做事做得很勤快,永远都是一件好事。 可是,你会不会认人呢? 我的意思是说,如果你的老板是一个不值得你去浪费这种青春跟生命的人, 拿你那么勤快来干嘛? 你能不能够在上班的两三个月以后,你就认定了这个老板其实有一大块空间, 是我想学习的,你能不能认得出来呢? 这种认人的方法,你什么时候可以认自己? 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你自己到底适合什么,不适合什么? 有一天当你知道自己的长处跟短处在哪里,你其实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了。 对我来说,其实就是一个梦已经成真了,有人认得我了, 有人知道我的声音了,可是后来,有时候安静下来的时候,想不对啊, 我其实到底要写什么歌呢? 哪一个行业都希望能够去找到一个个人风格, 到底你能够写什么?是别人写不出来的。 好, 很多人都写不下来的时候, 同时,我们要进行谈下来的时候,取得的。